HELLO 今天来介绍我们用这个Arduino 然后搭配至高的那个积木来做一个测电池 有没有电的一个电位机 那这边呢我们其实呢这个电位机呢 其实只是把那个Sickle的脚位跟那个地线的一个脚位 把它接成那个线 那到时候呢我们的电池摆进去 那就是正负极放进去 那这个微动开关呢 侦测到电池压进去 这个杆子呢就会夹上去 那这个时候就通电 那测到的电压 如果呢这边是预设啦 就是说小于1.4V的话 小于1.4V的话就判断为每电 我们这边看一下整个机构 这边呢我们是用到一个微动开关 那我把它加长了 那等一下电池塞进去的时候会压到它 好那 4V马达呢这边是跟那个至高的一个 积木呢结合了 好那还有就是这个电位机 侦测到的一个电压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看一下 那这边呢正测到是1.9V 有那么高吗 好吹出来 再来补一颗 好这边只测到0.1V 好再塞一次好了 有电 好可能没有放好了 好1.5V 再放一颗好了 那一颗比较旧的电池 好这边只称到1.3V 好那这边呢也是啊 电池的一个电量 其实是用这个切换造型 然后来办到的啦 那这个专案呢是从那个 美国的那个Vernier的这一个公司的一个设计啊 还有呢它跟它是跟乐高的一个原件结合 那这里呢我们用便宜的Arduino 跟至高的原件呢 来做一个示范 好那一样可以做到他们的效果 那价格呢 就便宜很多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